Employ. Enjoy! 火价 大家好,我是Masa 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吃的 一碟粒麵料理 今天我會坐在這個… 羅勒做一個很好吃的 用到很多蔬菜 然後加這個麵 蒜頭 蒜頭 我先切小塊 洋蔥 切小塊一點 黃點椒 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就直接切小塊就可以了 那茄子的話就 一樣 切小塊 然後另外一個我會用這個 番茄 蒜頭的部分 先拿掉 用這個茶子 插進去 開火 你可以這樣子稍微烤一烤 就可以馬上去掉那個皮的部分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放在這個水裡面 很簡單就可以去皮了 番茄要切小塊 所以跟其他那個蔬菜一樣 就切小塊就可以了 鍋子裡面 先加一點橄欖油 蒜頭 放進去 來加這個洋蔥 好 加了那個洋蔥以後 你可以就繼續炒一炒 黃甜椒 茄子 番茄 然後就稍微拌一拌 那就差不多了 好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加這個 PREGOTA 那個羅勒的口味 然後就攪一攪 那我們這個煮這個時候 旁邊可以開始煮麵 直接把這個麵放進去 然後讓它煮到熟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把水先切成末 放在麵包粉裡面 加一點那個橄欖油 然後拌一拌 然後就炒一炒 炒到那個金黃色的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利用這個熱水就順便把這個花椰菜一起煮 炒一下就可以了 炒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30秒左右 那麵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這個花椰菜也是變成漂亮的綠色 那我先把這個麵 拌 撈出來 煮好的這個麵 就直接放在那個鍋子裡面 然後拌一拌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不同的顏色 麵包粉 炒在上面 很好吃的南法style的 蔬菜很多 然後跟麵一起的很好吃的料理 大家試試看